不敬無法接受 生日快樂不剛說得對 過了啦 過了 上次不來 上次不來 剛好你生日是前一次的 前次我 李生日 他上的 閉嘴的觀眾真的走完 介紹嘉賓先 好 主持不用介紹 厲害 這個很厲害,為何這個這麼厲害? 請了很厲害 當年五區公投,我也做義工,上學民各區 你幫周成? 對,我幫周成 為什麼不請周成? 我幫長毛 大尊之花,還有一個大尊之草 小時候看YES校草 是八馬王子來的 哪有你身為主持這麼帥? 最帥是用後期 我肯以前是中學校草 不要說這些 王永志先生,大家還記得九龍西 王永志拍了旭文 李慧儀之外,王永志拍了旭文 你現在是人民力量還是社民營 不是,這是人民力量 他是組二十一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請大尊生來? 最近大學… 畢業了 為什麼你不在讀書? 不過大家的感覺就是覺得我是一個大尊生 但當時你是哪一間大學畢業? 我其實是中大的 中大是屬於一間香港大學 國際大學還是中國大學 其實他用中文售課的一間 助立於本港的一個大學 助立於本港 應該是變向世界的 應該是 以醞釀中華文化為己任 有背教組嗎? 有不同的孫子有不同的特色 新亞就是有這樣的特色 你剛剛就說得對 所以部分正確其實也是 我請了中大人名 最近港大事件的人說得多 也免得重複別人的論點 來來去都是那些 即是說你警方 說你們侵犯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示威自由 但有一個專欄作者 是說中大人、廣大人 Walky就是廣大人 他就是中大人 中大人和廣大人之間 是否本身那麼仇事 有仇事嗎? 那時陳志豪 陳志豪是甚麼大人 那些英甲論壇 他單張在廣大派 看到中大有份協辦 聽到人說中大的貼在廣大 是嗎? 其實是否中大人、廣大人 本身是否兩間頭都頂呱呱 在香港 本身是彼此之間 可能港大是精英主義 中大是我們維護社會公義 是彼此之間 是否不是太順暢 你剛才有沒有去剛才的遊行 突嬰遊行有 支持曾慧紅 你有沒有留到最後 不知道陳景輝還是誰問 這裏有多少個港大人的舉手 現在有幾個舉手 我走了趕你做節目 然後他問Poly的人有幾個舉手 然後有幾個舉手 然後他問這個人有幾個舉手 然後又有幾個舉手 多一點吧 社會大學的有幾個 然後就說很多人舉手 這裏沒有這麼運中大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看少你 他不記得了 他不記得了 還有很多人是中大 可能就是 所以懶得問 他怕一喊了中大 就知道每個都是 那怎麼辦 一會兒很尷尬 是否中大等於社會大學 其實中大學生 自己定型了社會戰戰士 其實我知道上一輩 是有這樣的手思 只有兩間大學的年代 他們爭入香樹輝的年代 他經常都在報紙上寫 港大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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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樹輝是中大的 然後他經常在說 港大又怎樣 那些也是 那些年代就有 那現在呢? 即是你們那年代呢? 即是上一個年代 我的年代已經沒有了 你也沒有 你的年代也沒有? 其實就沒有 我和你講了十年 其實我們這一代是不會說 港大和中大怎樣分 最多是 例如說 如果從社運那些這樣說 他們可能說 港大可能會精英少少 因為以前上一輩多AO出身 中大那些就是 比較草根或者社運 道向的多些 所以這樣分析可能 現在都不是 完全 中大變成女子大學 女子大學 不是嗎? 不是每間大學 六成而已 每間大學都女多男少 現在 是嗎? 我聽回來就說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女子大學 這麼正 有空去探望 愁豬豬豬 這樣就說到 沒有仇視 港大這件事 港大人就好像很悲哀 又說要維護港大 對不對 又去集會 我見到中大人 又去示威 其實你們中大人怎麼看港大這件事 我不追不連 不過呢 其實港大那個 不單止是警權那些問題 其實我們見到最近 每間大學都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是在收窄那個 就是校園自己的所謂自由度 就是無論他是學生的 運用空間的自由也好 表達自由也好 或者是教師層面的學術自由也好 那麼收窄 例如呢 可以說一下 其實你看回港大 我們經常說 我們專注於李承刊被人推入後 但是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看 例如說為什麼李克強過來 所謂送大禮 或者為什麼我們看到港大那天 李克強坐在中間 他旁邊全部左右 前面全部都是商家那些 因為我們大學那些全部都是 那些資源 他們捐錢 沒錯 因為他們捐錢 現在大學就要 幫這班人擦鞋子 其實現在大學都要這些問題 不是說唯獨港大 這是政府教育制度問題 好像說 你找到商家捐一元 政府又資助一元 即是一元計劃 很多大學都很面對 其實大學 全世界都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不是全世界這樣 是美國做的 即是歐美 英美 英美 德國不是這樣 德國全部都是公費大學 其實香港很學不學 明白 但如果 這是市民 如果你沒有商家捐錢 大學就沒有那麼多資源 去籌辦那麼多課程 去搞那麼多大學的發生 我覺得你是對的 那個邏輯是對的 即是說沒有錢就做不到 但我們再想 為何要這麼節奪呢 做教育做到 其實應該是公費做也可以 為何不可以學一下德國 例如那些地方 如果你相對於 好像美國哈佛那些耶路 那些全部都是私立大學 其實香港的公立大學 公費佔的百分比已經是重很多 為何要學美國呢 我不是說要學俱樂 我是說要學俱樂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麼 社會主義 我不是說學美國 但我意思是說 工費在香港大學佔的百分比 佔的百分比 好像佔GDP 香港的教育開支 本身都佔整個政府財政 市場最大的一部分 教育開支 20多多多多多分 但它在GDP的比例其實是 東南亞都是最低的 台灣也高很多 但我們看數字就是 香港的大學入學的適齡率是18% 20%也不夠 適齡入學入大學率是18% 可以入到大學的 18% 而如果計算褐學士高低等 就是60% 好了 但相同的類比就是 德國大學本科入學率是30% 即是18%對30% 就算是台灣 中國全部 如果德國加上職業先修 高低等 是90% 那幾%是甚麼呢 就是他們自己不讀 是這樣的 他們的組成部分 甚至你說美國方面 都是接近任何人真的想讀 所以香港其實是很畸形的 合格 你也知道升大大又進不去 因為資源不足 經常說是甚麼知識型經濟 你也沒有人讀大學 怎會有知識型經濟 是否每個人都要炒股 應該要增加整個學校 找長毛再爭取一下 尋找誰 尋找李剛 他沒有立法會 叫張學李 中聯辦青年公司 有一個問題 就算我當時董建華 我希望七成人考去大學生畢業 他做錯了 即是60%是董建華那年代定出來的 但他也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去到最後變成那些 他算是大專 其實沒有增加到政府投入 沒有增加到社會投入 你那個大學入學額是14500個 是十幾年來都沒有增加過 現在最新說到是增加到15000個 多數不太多 很少 聽你這樣說 你也相信社會是需要有60%人 當然啦 當有些人一說就是什麼呢 一說就是 你這麼多人讀大學 就扯低了大學生的水平 到頭上就影響 這真是異口同聲 連建制派都說神經病 連建制派都說神經病 如果一比的時候 是不是德國的生產是低於香港 又不敢這樣說 德國畢業生產是低於香港人 你增加整個大學入學額 可能真的大學生的平均質素會拖低 但整個社會整體的資質水平 會提高了 連建制派都說 建制 以事論事 但是會不會配套不夠呢 搞到大學生要洗碗 要做樓面 即是說 如果香港就向著高科技發展 或者向著高端服務業發展 所謂智食人經濟就是高端服務業 然後高科技科研 但怎知香港政府這兩方面都沒有怎樣發展 其實我這也是一個謀言 其實我舉個例子 我又是死了 被我說了 你不是說了 沒所謂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彈琴很厲害的 李雲迪 李雲迪 彈琴很厲害 他很難在做酒保 其實我們在想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 他讀完大學 或者他多才多藝 就一定要做一些所謂很D神的工作 其實不一定 可能他是工作的時候 是做一些所謂 大家看起來很普通的工作 很基層工作 但其實可能他的內座修養很高 我覺得這個好像小說都有 在少男子掃地那個是武功最好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沒有文化 這個是牽涉到大學的文化問題 就是有些大學可能他培訓出來 就是希望懂得思考 或者有修養的人 但香港的大學文化從來都是實用性主導 就是工作主導 被商家說 商科要多些 多些懂帳戶的 因為培養的人都是技術性為主 但又反思一下 你有一個怎樣的社會 就有一個怎樣的大學 如果到時他開很多人民學科文史節 那些人又會不會肯去讀呢 覺得出來都不知道有什麼去做 因為你現在說商家主導 其實背後都是因為 有整個市場或者社會需求 其實我覺得他們最後 就是香港那個產業結構 就是單一的 只是可以做服務業 服務業也傾向金融服務業 這樣到最後就是那些科 好像吃香一點 但其實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系 不應該這樣 應該是要有工業 實體經濟應該要多些 重營工業 金融這些 重工業 化工業 還有人民學科 就好像剛才我說 科研 葉樓整個科研 以及高端服務 香港人要持續 葉樓 我們應該要研究醫學 怎樣割掉葉樓去 極旺刀 葉樓在這方面都挺長遠 他願意犧牲自己參選特殊 喂 即是說真的 剛才是狂搞笑 我看不到 全世界都很搞笑 葉樓你怎樣去笑他 你怎樣去 我不是笑葉樓 我覺得同意 現在的疑似後選人比起來 其實葉樓是有優勢的 不是 他是犧牲自己 不是 他是犧牲自己 喂 他是犧牲的 他成就有些甚麼 他要犧牲的 你想想 葉樓是直選 無端是直選人士 對貫幾十萬選民 要回去 對回1200人 1200人都不騷擾你 即是輸尊降貴 如果直選他贏人 冷堂一年 我對著了1200人 對著你 嘻嘻嘻給你飯局 又哀又犧牲 又要哄你 要和你桌底交易 都未必贏 我對選民的供應 真誠對待他 聆聽他的意見 隨時贏 這真是很犧牲 我沒有犧牲 但往討論 講開特首候選人 四大候選人 三大加葉樓 鳳國經 現在還有多一個人 他都說不去 你又怎樣看 對這四個人 哪一個特別喜歡 還是四個人都不喜歡 哪一個特別喜歡 唐英年的時候 一定不喜歡 為什麼 他講一些話 即是根本是笑話 一時又說 一時又說車位人 再之前講過很多 藍綠靈 古靈精怪的 即是你找他做特首 其實你看他的背景也知道 即是商家代表 他一上台之後 他未上台之前 未做特首之前 他前幾年已經搞了很多政策 幫一些商家 即是為什麼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即是某程度上 都是因為他的政策 如果被他選 就一定不行 但其他有些 都真的不是好得好多 所以我真的無從評價 不如說說你的高健更好 主持 當然是講過制度 候選人 我一定是 Walky一定是講制度 曾蔡英權 他現在說十年土地供應 曾蔡英權安排了一些馬 那些公務員體系的人 進去 即鄭月娥 林鄭月娥 全部都說下一任政務司長 他們的人 這十年的土地供應 很多政策 突然間一年 整了一些長遠的政策 即是接下來的施政務局 隨時 包括土地供應 即安插所有人 以及建居屋 你要做這些措施 你是不是要那些官員先跟進 下一任的特首 無量不跟 你都要委任這些官員 例如當年 謝祥廷在台灣選總統 阿扁 整了十大基建 不知是甚麼計劃 然後謝祥廷跟阿扁說 你現在是剝奪了我政治的委任權 如果我做了總統 就要委任你的人 去跟進你的項目 第二 經濟你幫我策劃 我身上任 新人士 新作風也不行 曾蔭月娥 想留下這些美巴 讓鄭月娥 曾俊華 林鄭月娥 這些 一直被委任 甚至做特首 所以林大輝 跟特首說 叫他今次施政報告 搞一些短期 即是中長期的 沒有答案 所以林大輝看得出 所以隨時有些土地供應委員會 主席曾蔭權 做太上皇 土地供應是我說時 地產商還不跟巴結 最近我拆你下也拆得多 十年 做了我不做特首時 就到地產商跟巴結 你們信不信這些陰謀論 很正常 但避免不了 就是避免不了 所以他就說得對 制度問題 雖然這個答案很划算 真的是制度問題 就算換了一個人 那些東西不一樣是照顧 就是地產商也坐在那些位置 以前那班人也坐在那些位置 真是制度問題 但如果你說制度問題 就算好像美國 如果好像前朝布殊 他的政策必然會影響到奧巴馬 雖然你說換了整個人 換了整個黨 但整個整體性的政策 很多規劃上的東西 你沒可能說 突然之間有180度扭轉 美國其實是一個 民主制度當中是不成功的例子 因為他是軍工科合體 軍工科合體 那其實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的 民主選舉的經費一定要向民間籌募 但民間最有能力籌募錢的優惠商家 必然 整個人說的 民主黨共和黨背後是兩個不同的財閥 例如限制這個 可以做的 例如傳媒是國營 例如這個 現在不是的 新產工具就要公有化 不可以只有一小撮人 但我們要用一些大小撮人的討論 對 就是左派的討論 剛才他說的 民主制度也是這樣 左派有一個討論 就是資產階級民主 你這種民主的勝責 根本都是資產階級才可以玩到 無產階級民主又怎樣 不如跟他們的觀眾介紹一下 無產階級民主 他剛才開始說了一點 就是我們一些大型的東西 其實可以嘗試不要讓私人壟斷 例如說一些 傳媒 傳媒 或者一些 例如說如果大陸的話 可以一些工廠 或者香港一些銀行 或者一些生產領域的東西 就可能不要讓私人的資本壟斷 即現在土地很明顯 或者必需品那些 食物 水 電 現在香港很明顯 土地是私有化 這些就不行 壟斷了土地 就是壟斷了整個財富的生產 例如英國大家熟悉的BCC BBC BBC 例如日本的NHK 其實都是國營的傳媒 但他們的質素大家看到 我們有國安台 其實本來的意思都是 都是國營的性質 但國營會不會擔心 做了國家甚至乎執政黨的後洩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又是要看執行時怎樣執行 是的 還有做得最好 當然不是純粹說國家控制他 應該說 有一個 公民監察 對 全民去監察 又或者一些重要的位置 例如說 今天的單位有什麼警察的單位 可否例如說 警察都由這個民主 即是警察的head 可否由民主普選出來 可以嘗試有這樣的 美國的檢察官都是選出來的 都是民主普選出來的 我明白警察這麼大權利 立法會會否可以監察他們 現在不行 你真偉雄上去 亂說的都沒有人來 其實你怎麼看你強烈這件事 問題 很寬的 你強烈這件事 金融很多 即是來香港 搞到這麼多風風雨雨 又有黑影又有黑衣人 那便來 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問題出到哪裏 先講一講 到底是中央要求做老金 還是特區政府刷錯鞋 你才知道 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你怎麼看 有什麼問題是焦點去哪裏 我先回答一句 東方日報的評論是 今次這件事又再次凸顯了 曾蔭權無間道的角色 明明是好事 經過他的手裡變壞事 都會變壞事 你相信阿廷是真的 但是本身是什麼好事 那他又 有些經濟政策 本來是 從建制派的角度來說是好事 那家人到訪 香港就 蓬不申輝 你從市民的角度看 香港全民皆股 他有一些刺激金融市場的政策 他刺激不了 你有沒有買股票 我現在沒有 他沒有買股票 他放了而已 他放了兩年 其實這個概念有一個問題 是常人皆股 住劏房那些 他買不買股票 但我想佔個百分比是高 這個就沒用 其實有剩餘錢的人才買到股票 但這個金融的炒作 其實炒高了物價 所以看哪一層 你這些高生炒的 你當然可以炒到 他放了 他放了 我也放了 剛好你去了反鷹抗部的遊行 你參與遊行有什麼目的呢 你想得到什麼呢 今天的遊行有主調就是 喂 托鷹落台 首先如果你說他落台當然好 但我們也可以提出多一些想像 其實香港的社會叫人下台 都已經不斷地這樣做 唐鷹竟然下台 真的不敢下台 叫他下台沒得用 我們不如提出一下 這個警隊 這個整個制度要民主化 我們有些人可以這樣想 即托鷹落台也沒有意思 鄧景成是SORRY 下台時 也要求一哥特景成下台 變成托鷹 誰知越變越壞 他下台可能又是更壞 對 好像中國古代那些 你換了一個軍署 換了一個軍署 你看看哪一個 如果你說好的上台 就說市民就好了 但都很無奈 大家都控制不到 即是想跟制度推入手 會不會變成像呂大樂那樣說 要看制度有什麼漏洞 呂大樂 即是你說他前幾天說警隊的文章 其實他被人改題目 他內民其實就不是這樣 踩反警權的人 他內民本身就是說 我們要看看是否制度出現 但他被人改題目 內民也一般 當然不是上品 但未至於說到他一萬不值 主要看警察是否越權 制度是否有扭動 但其實他的說法有些問題 即是他的說法 我純粹也看過一次 不太深入 但他的整個邏輯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是民主普選的社會 大家已經有言論自由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警察有些越權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民主制度 即是姑且是資產交換民主制度 也好 就去限制這個警察的越權 例如我們修改這個法例 或是如果他有些太大的個性 我們可以警監會 那些東西去限制 但問題是我的前提就不是這樣 所以就跟呂大陸這樣對不到 他的前提就是 假設這個社會已經是民主自由 那呂大陸是建制派的 是的 上年開始已經傾向 不是一向都是嗎 他從四代香港人開始 應該是建制派 他將人分為這麼多等 可以 用世代去做個分析 這個建制才做得出的 對人沒有關懷 你不見到那個人寫書 要整個屁股插去呂大陸嗎 誰 彭康正 即是你們都不支持呂大陸那種說法 我個人就不太支持呂大陸 他剛才說 四代香港人在這裡 這個分析其實 太多餘 是的 即是多餘 一定是每一個世代都有不同的經歷 世代的分析肯定是有他不足的地方 即是世代又再有分階級 又再有分 即是 即是 事實上 實際些是講機會 那 呂大陸就不要提 對嗎 提回 剛剛我想說提 你一講 說對的人數 可能只有幾百人 有些人就說 被人嚇怕了 被長毛說 皇上就說 在諮詢會 即是 補算機制 有人扔狗餅 對嗎 有人踩場 有些人說 第一 嚇怕了一些中間人 即是中性的市民來遊行 怕有衝突 第二 就是中了警方的圈套 原來這班人這麼野蠻 又撞門 警方日後加強警力 就有意思 今天你們這麼激烈 我們才逼著一千人來 對警察來說大 即是類似 你又怎樣看以上的圈套論 以及嚇怕論 圈套論 圈套論 都合理 鄧小懷也在網上也有說 之前也有一篇文 網上流傳 你說叫尾峰那一篇 是 即是說你無間道 不是說你無間道 講到很厲害 即是說他有意地給你一些 其實很正常 之前三月六 六月四 七一的衝擊 其實都是這樣的效果 一波翻身 被警察 即是 我被你衝 衝完之後 我們整個連傳媒一起 在這製造你 其實你今天 昨天 不是昨天前日 一哥跟傳媒又吃飯 他現在又跟傳媒又打好 放軟手法 開手腳 又打好關係 現在社運人 又是懶惰的開始 即是跟傳媒打好關係 下一步便打擊社運 其實之前為何李克強那些 核包那麼大 因為他勒興了新聞自由 那一條 即是大家會認為是底線的東西 不過另一個剛才說 嚇怕論 即嚇走中間 你們不要那麼激 嚇走一些人 即是中間人 未必接受到 太過衝擊這一套 嚇怕了 搞到人以後 不敢來遊行示威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我覺得 一向遊行示威都不是很多人 七一很多人 七一很多人 七一是 異式來的 對 像葉劉所說 每年一例 禮拜天出來玩 其實我 香港人其實 一定要想一件事 就是他們究竟是想做一些事 去令到制度改變 還是還是想著 只是跟一個權貴 一個共犯結構成一個很龐大的管治結構 去討價還價 就是跟著他的規矩走 對 好像 看大龍燈和高掛 只是取悅那個男人 你們點我燈 不是說 不一定是取悅的 可能他只不過是穩定了那個 心態 整個文化 香港一向是很重的 他們在想些甚麼 如果只是想 我只是想 當權者 給我們一些 餅碎 我就開心 其實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 一向都不是 坦白說 一向都不是我們社民聯的目標 他可以憎死我們 就有到憎死我們 因為我們根本就是想在制度改變 當然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這樣呢 令制度改變不了 但我們就是 怎麼可以讓他做一個制度裏面的諮詢 是沒有反對人進入去 講反對意見的諮詢 不可以讓他做的 這個制度有問題 那你不要做 衝進去就不要做 因為他是可以利用這個諮詢 結果去到正確 當日你們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但我們現在就是衝進去提反對意見 反對的人又站在外面 沒得進去 這個其實是做到事情 當然如果那些人 本身就不打算反對整個制度 只是想做小收小補 沒問題的 你們可以憎我 憎我們 沒問題 但如果大家真的打算 整個制度都有改變的話 其實我們當然不介意去解釋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是這樣的 如果他們不明白的 我們都很願意去解釋 但如果他們完全是 從根本去反對嘴硬 即是不能當嘴硬 這個是不是也都突顯了公民 即是社民營和其他民主派的分別 即是很多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的 即是怎麼說呢 為什麼說沒有呢 其實目標是一致的 即是說得到民主派 即是那邊的制度 但但行動的策略上是不同的 即是你們可能會說 那個衝擊 即是體制外的衝擊 可能會是 體制內外的衝擊 更加強 但我們都不是扔射油彈 很實際的 但為什麼你認為你這條路線 效果會大一點 我們沒有說我們效果大一點 只不過是同一個方向之下 有不同的路線 為什麼你會走這條路線 即是會激一點的路線 因為沒有人會走這條路線 即是想試一下 也都是需要的 即是你提到嘗試階段 還是你認為效果大才做 還是你嘗試 其實老實說 如果是資源人力 是完全許可的 為什麼不所有路線都做 民有民鬥 沒有有武鬥 為什麼不做完 但現在不是嘛 只是我們的人 就是適合做這件事 你覺得社民連那條路線 是越來越多人去參與 你們一定是 其實是愈愈少人 或者是停滯 其實我們也有人做民鬥 有人做組織 不過我們組織就不是二寫民鬥 那我被五次負責嗎 我不是 武鬥的吧 左一一我們經常寫民 左一一 通常是民鬥的 就不是像他們這樣 武鬥 不過也會有些行動 暫時看到制度上 沒有衝擊到很大改變 不過有一個客觀效果就看到 是怎樣 就看到 林瑞倫這些這麼聽話 他遲早一定會 繼續扶搖照 最扶搖照 你看到這些人 每次都被人扔狗餅 貓餅 狗屎 這傢似 這傢似 嘴瞄瞄 都不敢再委任這些人 繼續做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多些 那些突然間 忌好風很多人 我不知道ABCD 以前EF的記號風 寫多些這類文 最好多些 什麼鬼葉 什麼字 鄧什麼話 說多些 寫民是無間道 誰說寫民是無間道 即客觀上幫了警方 客觀上幫了警方 這些 就多說這些 其實如果多說這些 所有任何 做到寫民的人 都是幫了建制 因為幫他輸氣 不過他也不是說你無間道 我當有50萬出來遊行 接著一個 垃圾堂不會推跌 其實是幫了社會輸氣 都是幫了建制 如果這樣解釋 用這個結果 失敗 你做不到你原本爭取的東西 接著就說這個 整個過程無間道 你做任何事情 七一遊行 都是建制 因為七一遊行 幫社會輸氣 那些人不會去扔汽油彈 都是建制 因為他也這樣說 如果去到這個所謂的陰謀論 因為實在是很生氣 聽到這些言論 是多餘的 完全是 多餘的 當你一說 你做不到 所以就見證 浪費了 黃景志 都是差不多 這樣的想法 有何特別補充 他沒有時間 說完 說完 其實可以這樣想 剛才說 輸氣 其實遊行示威 其中一個功能都是 讓民氣可以發洩到 聚集到 說出來 所以必然 你沒有理由遊行的時候 很冷靜 這個不可能 但是遊行其實 也都可以 用一個策略去累積你更多的力量 你告訴別人 我們有一班人是怎樣想 可以透過一些行動 去組合其他人一起 最好的話 當然是遊行 或者那些衝擊 可以做到這個累積力量的目標 那你怎樣對抗這個政權 但是你們行動的目的 是為了衝擊制度 那是否代表 那是科學館很明顯的 這裏不穩 我的意思是 如果將來香港普選之後 那是否社民連 或者其他的團體 或者整個社運 你們會覺得 就會是不平淡了 就會不再有這麼多衝擊性的行動 很明顯 這個就是 如果制度是完全合乎 國民社會原則 但假如就算是 假如就算是 有一個民主選舉也好 但是如果整個選舉結果 都是傾向於商家那邊 就是資本人那邊 那這個時候又另一件事 這個又會 這個又會 也可能會有 搞工會 那些搞罷工 那些是對著那個源頭去做 現在的源頭是制度 當然是衝擊制度 如果源頭是資本壟斷 就衝擊資本壟斷 其實現在也很資本壟斷 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社會的基礎 沒有社會的形勢 你怎樣mobilize 即是你怎樣喊口號 怎樣衝擊 是不會有人理會你 為什麼現在會有人理會你 社會的矛盾太厲害 支持你的基礎太多 所以才會有些人支持你這條路線 好 可能遲些有了資本階級民主 會爭取無產階級民主 社會主義民主 這個不會有基礎 因為時間流逝而落後了 所以制度永遠不是說 今天設定制度 會變化的 即是民主制度 所以共產黨當然厲害 不斷革命 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左派就是這樣 要先鋒黨 所以我們繼續不斷革命 下一集再見 好 拜拜